美国南加州的帕萨迪纳玫瑰花车游行 是美国每年迎接新年最盛大的活动 游行的亮点之一是六名玫瑰公主和一名玫瑰皇后组成的玫瑰宫廷 进入玫瑰宫廷是许多少女的美梦 今年有900多个少女报名竞争七个名额 美国总统竞选候选人辩论的表现对选情可能起到关键作用 选拔玫瑰宫廷的皇后和公主也非常强调公开讲演的口才 虽然没有过五官斩六将 候选人也必须通过至少四次的面试筛选 挑选标准还包括仪态 学业成绩 社区服务记录和性格 今年的900多人被淘汰到剩下33人 其中从姓氏判断至少有三个华裔 这个星期一七个公主的名单终于出炉 在帕萨迪娜玫瑰花车游行总部的花园 参加决选的33个女孩逐一出场 接受亲友和同学的欢呼 玫瑰花车的主席沙利·比克斯比宣布入围的七个公主 决选候选人当中的三名华裔 不幸彤彤名落孙山 不过从2000年以来 华裔曾两度赢得玫瑰皇后的后冠 成绩已经非常足以傲人 今年的七名公主有六人都才17岁 还没有投票权 但她们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关注 并不因此而稍减 克里斯塔说 选举让我学习和理解正在发生的问题 不至于一无所知 本努斯卡说 即使还没有到投票的年龄 也应该了解总统选举所讨论的国家大事 曼杰·瑞兹说 将来我们会成为选民 所以我们应该要关心时事 要知道怎么样才能带来改革 玫瑰说 要改革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改变 我看了总统候选人的辩论 奥巴马的表现很棒 玫瑰公主对未来的总统当选人 也深有期许 马克·格雷哥说 我认为总统当选人应该增加教育经费 这对所有的人都有帮助 因为会提升美国社会的质量 尚吉瑞兹说 教育特别重要 因为我们要有良好的教育 成年后才能成为国家未来的领导人 特奥多说 教育经费来源是重要问题 特别在加州 我认为教育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元素 所以要特别关注 本努斯卡说 我认为现在应该把注意力 集中在经济和国家 要设法重振美国的国力和地位 特里斯塔说 不论谁当选总统 他都应该鼓励孩子和年轻人参与政治 而最基本的方式就是参与投票 道场为入围绝选者加油打气的亲友 对他们的答复并不诧异 培根说 我对他们的反应不觉得意外 他们多数是高中高年级学生 正在上政府和经济方面的学科 课堂上讨论的就是 总统选举的一些问题 福恩迪亚说 从他们的肯定答复 我知道他们关切自己的国家 虽然他们还不到投票年龄 但是我相信他们成年后 一定会去投票 每一张选票都非常重要 明年的玫瑰花车游行主题是 海阔天空任遨游 恰巧反映了这群 出类拔萃的少女的前景 比克斯比说 没有任何事是你做不到的 没有地方是你去不了的 没有任何障碍 能阻挡你追求自己的目标 玫瑰皇后将在10月16号 从七名公主当中选出 25号加冕 12天后 美国总统的选举 也将水落石出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 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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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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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